大家好,今天教大家编这款纸巾盒 我们先来编纸巾盒的这个盖子 这个盖子呢,我用了两种颜色,奶黄色和浅肤色 好,先来准备这个盖子平面的竖条和横条 竖条一共需要17根,其中浅肤色2根,奶黄色15根 这两个颜色的条呢,全部都长135厘米 且全部都在44厘米出折 接着是横条,横条一共需要14根 其中浅肤色2根,这两根长152厘米 也是在44厘米出折 还有12根是奶黄色 这12根奶黄色呢,有8根是长152厘米的 可8根也是在44厘米出折 可6根是长65厘米的 可6根65厘米的,其中3根在44厘米出折 另外3根呢,是在10厘米出折 好,大家按照我说的,先把条剪好 准备好后,开始编织 先拿出一根肤色的竖条和一根肤色的横条 竖条左手拿着,横条右手拿着 肤色的无论是横条还是竖条呢 都是在44厘米处折好了啊 我们右手套左手 套好之后注意检查 无论是竖条还是横条都是短的那一截在上方 也就是44厘米长度的那一截在上方 这样套好之后,把左边下面这一片折上去 右边下面这一片再仿冲回这个孔里 然后拉紧 好,第一个田子格就完成了 可以打上一个记号 好,现在来理一下条啊 这是第一个田子格 这样竖上去的这根呢,是竖条 有一截短的一截长的 短着这截对着人 这样寒过来这一根呢,是寒条 也是有一截短的一截长的 短的这一截呢,在右方 这两截呢,其实是一样长度 现在来边第二个田子格 加入一缸奶黄色的竖条 左手拿着,然后右手 把这一根横条套上来 套上来之后,这片折上去 这片从这个孔里穿过 注意啊,套好之后还是要检查 短的那一片在上方 就是这一片是短的 对着人的这片是短的 然后拉紧 第二个田子格编好 拉紧之后注意检查一下 这两截是一样长度的 好,接着我们就重复第二个田子格的编法 继续往这一条上加数条编田子格过去 加一根数条呢,编一个田子格 一共要编17个田子格 现在编好两个了 还有15个,大家自己去编 这15个的编法呢,都是重复第二个 接下来呢,是一直加奶黄色的 竖条,把奶黄色的加完了 再加一根肤色的 肤色的竖条总得有两个 就是开头一根结尾一个 中间全部是奶黄色,自己去编 17个田子格编好后是这样 注意检查啊 这个记号扣在右边的时候 对着人这一排的条是差不多长度的 且都是短的那一截 就是44厘米长度那一截 而现在呢,第一排就编好了 我们来编第二排 第一排编好,那17根竖条都用完了 剩下的都是横条了 第二排加入一根黄色的横条 从这里开始编 好,我们先把这里的第一根 这是竖条啊,折下来 右手呢,拿一根黄色的横条套上来 套上来之后注意检查 短的那一截,也就是44厘米长的那一截 在上方 这两个头子要差不多长度 这样套好之后,把这一片折上去 这片从这个孔里穿过来 拉紧 第二排第一个填字格编好 第二个,把这里就是按顺序 折竖条就行了 竖条先折下来 然后这根就是横条,横条套上来 这片折上去 这片从这个孔里穿过 拉紧 好,接下来就重复第二个填字格的编法 一根竖条,一个填字格一直编,编到 结尾就可以了,大家自己去编 第二排编好后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重复第二排的编法 继续加入黄色152厘米长度的横条 再往上编两排上去 大家自己去编 右边上来两排后是这个样子 现在一共有四排了 接着我们来编第五排 第五排用到的横条呢 是65厘米长度的 好,拿出一根65厘米长度的 开头那边法还是一样 先折一根竖条 再把65厘米长度的这根横条套上来 套上来之后注意 这一下呢,是长的那一节在上方了 不是短的 长的那一节就是和这个一样长度的 这样套上来之后 这片折上去 这片短短的从这里仿穿过来 拉紧 好,拉紧之后注意比一下 这里面流揣的应该都是差不多长 如果不是差不多 你就要调整一下 好,第一个编好 第二个继续折这个竖条 第二个其实还是一样的 再把横条套上来 和前面一样 第二个编法 第二个编好 我们一共编三个 第三个也是一样的编法 编好三个之后呢 这些部分就不编了 空着 然后一直到倒锁第三个开始编 倒锁第三个 这个时候再拿出一根 65厘米长度的横条 现在拿的是在10厘米处折的 好,我们从倒锁第三个 填这个开始 就是倒锁第三根竖条 先把它折下来 再把横条套上来 横条套上来的时候 注意看一下是短的那小片 也就是10厘米长度那小片 在上方 这样子啊 然后这片折上去 这片长的从这个孔里穿过 拉紧 好,后面的两个呢 编法还是和前面一样 继续编着走就行了 编好后就是这个样子啊 往里面删的这两个头子呢 是比较短 大概10厘米左右 好,这边的几个头子是一样长 这边的几个也是一样长的 好,这个就是第五排 接下来的六七排是和第五排 一模一样的 大家自己去编 五六七排编好后 是这个样子 现在65厘米长度的六根横条 全部都用纹了 剩下的横条呢 都是152厘米长度的 接着我们来编第八排 拿出一根152厘米长度的黄色 横条 接第八排呢 又和前面的一模一样了啊 那我们还是从这里开始编 这里起头也是一样的 是短的那截在上方 这里的编法都是一样的 好,把这三个编纹之后 编第四个田子格的时候呢 我们第四个给它留出 20厘米左右长度啊 15到20厘米左右长度 留出这样一小截 给它折一下 大概估计就行 或者用尺子量一下也可以 然后这样子来编 这样套上来 好,这片折上去 这片从这个孔里 拉过 拉紧 好,这样子给它留出一小截 看到没有 好,后面的这些空着的 都和这里一样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又和这三个一样了啊 大家自己去编 都是给它留出 这么一小截 我们待会用来收头子 好,自己编 第八排编好后 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的九十十一排 这三排呢 又重复这里第二排的编法了 现在我们还剩两根奶黄色的横条 和一根浅肤色的 接下来的第九排和第十排 用到的横条是奶黄色的 最后一排 也就是第十一排 用到的是浅肤色的 也就是浅肤色的 一共有两根横条嘛 开始这排和结尾那一排用 中间的全部都是用奶黄色的 好,后面这三排呢 是重复这里第二排的编法 大家自己去编 就是一模一样的编法啊 用到的横条长度 也是一模一样的 九十十一排编好后 是这个样子 现在一开始准备好的横竖条 都用完了 现在呢 我们把这些中间 一开始流出的这个条 它是连着的 沿中间位置给它剪掉 把它全部剪掉 剪掉后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大家用尺子自己量一下 这个里面圈口的周长 量好之后呢 根据这个周长的长度 取一根细铁丝 来把这里的头子收掉 我的量下来是 三十八厘米左右 那我就取一根 三十八厘米长度的铁丝 把它掰成一个 长方形或者 椭圆形都可以 掰的时候呢 你自己比着掰 我们把它翻过来 比这样的话 再准确一点 翻过来 比着这个的大小 把它掰成一个 长方形或者椭圆都可以啊 掰好后 两个头子呢 用胶部固定一下 或者不固定都可以 铁丝准备好之后 放在这个地方 来收这些头子 这个铁丝最后围成的 长方形或者椭圆形呢 要比这个圈口小一点 它是放在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圈口 量了的周长 按照它的周长 踩铁丝最后这个接头 会用掉四五厘米 就刚好合适了 好这样放上来 来收这个头子 这个头子呢 就是越过铁丝 从这里穿下来 从田子格里 穿一到两个 穿三个也行啊 两到三个 这样穿下来就可以了 所有的都是这样 转着一圈的把它收掉 好这边这样 这一排呢是这样 都是这样 自己把它收掉 这里的头子 全部越过铁丝 穿进田子格里后 是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准备 一根二米四长的 盘条来封口 好封口呢翻过来 这里大家用奶黄色 或者浅肤色都可以 我是用了浅肤色 好封口 我们从任意一个孔开始 我就选这个地方 先把一个头子 从里往外穿出来 留出来二十厘米左右长度 然后找到另外一个头子 另外这个头子呢 往前锁三个孔 一二三 然后从外往里穿进去 穿进去后拉紧 拉紧之后 又这样反过来 先把这一片 挑起就是从它的下面过来 过来之后 再从这一格 就是它的下一格 这里穿进去 拉紧 拉紧之后 再把这一片 挑起来 挑起来之后 从这个 就是这个地方的下一孔里 从外往里 穿进去 这样穿进去 好后面的步骤呢 是重复 反回来又 反过去这样子的 然后一圈的 坐着走 坐到这个地方 来 我们再做一步 重复的地方 先把这一片 挑起 挑起 然后从 这个的下一个 刚才是它的下一个 现在就是它的下一个了 这个的下一个 然后从这里穿进去 拉紧 拉紧之后 把这一片 挑起来 然后从这个的下一孔 就是这里穿进去 又拉紧 好后面的步骤是重复的 大家自己坐着走 把它做到这里来 这个地方一直到两个头子 相遇的时候 看这是开头的头子 这是结尾的头子 我们先把开头的头子 处理一下 翻过来里面 把这个这样放进来 里面呢 是这个样子啊 要和这里的一样 这些花样一样 所以我们这样过来 这里呢 我们是压一片 挑一片 压这一片 挑这一片 就只看这个 颜色的就行了啊 这样子 然后 从这个地方 给它穿下来 藏起就可以了 这个头子 这里呢 不用留20厘米那么长 留1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太多了 是浪费 好 给它往下穿 这里呢 多穿几个田子 可可以穿到这个地方来啊 自己往下穿就行了 然后我们来 这一根 还要继续 好 这一根 继续 这样子前进 然后 从这里出来 从这里进去 这里如果不好穿的话 我们要往里面穿 还是一样的 不走啊 从这里 穿出来 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里呢 从这一片 这个下面 穿下来 穿进去 穿进去 翻过来 里面 穿进去是这个样子 然后从这里 穿出去 这里穿的时候呢 这片穿完了 接着这一片野穿 调起来 穿过去 然后到外面 好 外面这个地方 又从这里穿出来 好 你看 就所有的都是一样啊 这个地方有点难看 是因为这个 是铁丝接头的地方 有点抱不住 这些它都是一样的 好 这个地方我们又 穿进来 穿进来到这里 到这里呢 是把这一片 给它调起来 好 这里调起来 调起来 支伤出来 好 调起来之后 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样子呢 是压这一片 然后调这一片 就是要每个 都是一样的图案啊 你就观察前面图案 怎么走 好 调这片压 从这里 这样穿下来 好 就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 转到里面 穿进来 好 这根 这样拐一下 也是从这里 藏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子 拐一下 这样子拐一下 顺着这根 穿进来 或者这样子拐一下 这样子拐一下 顺着这条 穿 穿下来 后面呢 这两个呢 多穿几个田子格 然后这一些 穿好之后呢 这些所有的头子 都给它拽一拽 剪掉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把它剪着啊 不要剪掉 旁边这些 只剪这个里面短的 里面的头子 全部剪钢筋之后 是这个样子 接着翻过来 由于一些平台 发布视频 有时常限制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后面的部分呢 大家看下个视频 这电影 关于 içer 最后一